我們看英文會覺得比較怪一點 如果我們看中文對我們來講太順 因為我們都懂那些中文語句 可是老外不懂 所以我們反過來看英文就會覺得 好像有點比較怪一點 你看 他說the north wind and the sun the北風 and the the太陽 有沒有注意到它有些東西它是不翻的 the and the the不翻 為什麼這樣 因為當你把結構保留下來的時候 這些虛詞 它可以只是這個結構的用途 那如果你把它翻掉的時候 其實這句話會反的不容易懂 你可以想想我怎麼樣把the翻成另外一個字 你翻成the可以的 這北風和這太陽 在這裡是對的 但是在別的地方可能就是錯的 我們再繼續看一下 你看到說 the北風 and the the太陽 是爭論哪個是的更強 ok 然後when 我在這裡也沒翻 其實是可以翻成一個 或之類的 可是在這裡我覺得這種很常見的詞 很常見的詞 我覺得可以試著保留 保留它的原文 這種詞大概沒有多少 100個就夠了 那這100個詞 你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它的意思 你在看這種翻譯就比較 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複翻 可以複翻 誰第一個 讓 其實是第一個 讓女人拿下他的外套 或脫下他的外套 第一個接著 因為他有succeeded 所以就翻成接著 所以你會發現這樣的翻譯其實是不夠好 不夠好 但是我們試圖做一個至少可以看得懂 而且你如果可以對原文看的話 那就更好 那這種東西在網頁上面來講會更容易看 因為它有一種標記叫做Ruby 我給各位看一下Ruby的標記 好 Ruby tag這個東西 好 這種叫Ruby的標記在網頁上面 那我們之後做網頁版的時候就會這樣子 嘿嘿嘿 它沒有顯示 樣子 找一個有樣子的 像這樣 漢字 天字 有錯 那這種Ruby tag就可以用來顯示 你被翻譯的對象跟翻譯完的結果 OK 那這是我們一起會這樣做 其實之前已經做過了 可是沒有放在8G上面 當我們用成網頁版的時候 這種方式會比現在的文字版會好看不少 OK 像這種翻法 最後會是這種 這種呈現方式 OK 像這樣的呈現方式 好 那這是我們剛剛的翻譯最後應該會呈現的方式 好 那 沒有翻得非常好 但是虛詞 所以這時候你經過訓練之後有沒有可能看得懂這種語句 這要試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目前在做的嘗試就是這樣 你要去試他們能不能看得懂這種語句 比如說 Lady in red 那 女人 影 紅色 那這個語句其實是不太符合8G語法 因為紅色是一個小N 它沒有接一個答案是不能結束 對 所以女人影紅色衣服 那就 Lady in red clothes 那就會符合語法 可是我們現在的翻譯系統 就是它不是剖析 它沒有檢查語法正不正確 所以它是什麼都可以翻 但是相對的付出的代價就是 它可能符合語法 好 那這是目前我們做到的狀況 好 那在這裡我們就牽涉到回過頭來看幾個東西 就是課本裡面的東西 就是課本裡面的東西 好 這裡呢 呃 詞彙和字典 剛剛我們已經看過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詞彙和字典 我們把三本合在一起 那如果你自己要去做的時候 如果你是用C語言 你可能沒有正規表達式可以用 但是你可以用Scan 你可以用Scan 就是Scan F 這種 像這裡你可以自己寫一個 一個字一個字取 然後把它兜起來的程式 但是你也可以用Scan F 去做 那有 你可以在網路上找到很多 對應的字典 但是不見得你可以 可以 用在你的應用上面 可以用得很好 那像這個CCCD 是一個 中音對照字典 那它有 繁體中文對簡體中文的 還有那個 對英文對照 那甚至它還有拼音 拼音 所以之後 那個 有一些字 其實或許我可以採用這邊的拼音 好 那這邊就是 你可以很容易的寫一個反簡轉換層次 透過 透過這種字典 你就可以寫一個反簡轉換層次 你也可以 透過這個字典來斷詞 斷詞是像這樣 就說 黃媽媽愛吃牛肉拉麵 那到底 我們什麼東西算一個詞 那我們剛剛那個程式其實已經在找這個東西了 他在做翻譯的時候 他一邊看看字典有沒有 從四個字開始 三個字 兩個字 一個字 那他就在做斷詞 最後如果黃媽媽是一個詞的話 他會斷出黃媽媽 但是如果黃媽媽不是一個詞 他會斷出黃媽媽 那如果連媽媽都沒有見詞 那就是黃媽媽 OK 像這樣 所以就看你的詞點到底多豐富 你斷出來的詞通常就會越長 好 那做完斷詞之後就可以做語法剖析 那這個我們上次應該已經開始做了 那語法剖析的時候呢 你要去一樣先做斷詞 做斷詞之後再開始剖析 那剖析的時候呢 就是像這樣子 你有一個 A產生B的你就把A寫在這裡 然後B B就寫在層次的裡面 函數的裡面 然後一直做下去 就可以剖析完成 那剖析自然語言就可以採用像這樣的方式去剖析 S產生NPVP NP產生一個定詞加形容詞 再加名詞 再加PP 那PP就是那個剖詞子句之類的 那你就可以這樣子寫出英文的語法 可是這個語法是沒有辦法百分之百抓到英文 其實連百分之八十都抓不到 那所以目前其實這個是很困難 那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 才會需要用八級語的方式來規定它的語法 那剖析標記語言 不是自然語言的話就會比較容易 那剖析程式語言就會更精確更容易 那最後你如果可以剖析完 可以查完詞 可以確定斷詞 在可以剖析完之後 剩下的問題就是你要做自然語言處理 就是語意 語意這個問題是最難的問題 到底什麼叫做一個句子的意思 一個句子的意思是什麼 那這裡就對於自然語言我們沒有答案 那這件事情全世界的人大概也都沒有什麼太多的答案 但是呢對於程式語言而言是有答案 程式語言的語意就是什麼 就是它執行的動作 那或者你可以說就是機器碼 或組合語言 你把高階語言翻成組合語言 那個高階語言的語意就是那個組合語言 你在把組合語言翻成機器碼 那個組合語言的語意 或高階語言的語意就是那個機器碼 那你可以用直譯的方式去解釋 那就是那個直譯的動作 OK 那通常一個語言你可以把它拆成單詞 然後再變成語句 然後再變成文章 那單詞的意思通常明確 語句的意思通常像s等於3 y等於s加5這個明確 但是如果是自然語言說我打它 這看起來是有點明確 然後我想它這些 有時候就會越來越不明確 那文章的層次 這些都可以翻譯成組合語言 所以我們就說這個組合語言就是它的語意 這個機器語言就是它的語意 那自然語言到底有什麼語意呢 這裡有一些嘗試來抓取自然語言的語意 那其中一種方法叫做格狀語法 Case Grammar 那Case Grammar的一個經典例子是像這樣 爸爸用榔頭敲釘子 那經過這個語法規則 他就說Row action object by tool 一個角色他去對某個物體做動作 用什麼工具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就會變成這樣 爸爸用榔頭敲釘子 那如果你可以把它都填到對應的欄位裡面 那這個語意的處理就差不多完成了 好 可是完成之後你要能做什麼 以上是我們計算小學數學解答的例子而言 你會有幾個動詞呢 還有印象嗎 小學數學的解答 那個就以那個例子 單一那個例子 小明有五個蘋果 給了小華三個 請問他還有幾個 那這裡牽涉到幾個動詞 小明有 有是一個動詞 有五個蘋果 所以這裡是有 然後是人有物 對不對 人有物 那物上面會有幾個 OK 所以人有物 物上面會有幾個數字 OK 那接下來呢 給了小華三個 那就是人給人物 人給某人某些什麼東西 人給人物 就可以描述給這件事情 那一旦給了之後呢 那個人的擁有數量就要下降 那得到的人的擁有數量就要上升 所以你如果可以為每一個人建立一個物件 然後在上面記錄他所擁有的某些東西的數量 那你就可以去做對應的小學數學的運算 算出來之後 他說請問小明還有 還有那就是在問他 請問小明還有 就在問他有幾個 那這時候你就告訴他說還有兩個 OK 這樣子的話就完成一個比較深入的問答系 但是呢 以那個小學數學的問題是比較容易回答的 現在接下來的這種句子你就很難回答了 比如說語句 那隻狗咬了穿紅衣服的女人 牙齒血淋淋的 這句要回答什麼 他沒有要我們回答什麼 但是我怎麼樣才知道我抓到他的意思 我不知道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出考題了 讀完這個之後閱讀測驗對不對 我們中小學常常做這種事情 那我就先給你看一段文章 接下來給考題 但是我這時候不是測試人 我是測試電腦 我給你看一段文章 然後給考題 然後拿這個考題去考電腦 電腦可以答對 那就說電腦了解了語意 電腦答不對 電腦不了解語意 也可以這樣做 OK 那接下來就是這種語意指在語句層次的語意 就是句子層次 誰用狼頭敲釘子 誰有幾個蘋果 這是句子層次的語意 有一些語意是可以串到更高層的 這種更高層的語意就是文章劇本 這些層次的語意 這邊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劇本 典型的結婚劇本是什麼 結婚劇本 男人愛女人 男人女人交往 男人女人結婚 男人女人交配 女人生小孩 小孩長大 外遇 男人愛另外一個女人 你們發現這件事情 男人女人離婚 結束整個結婚的劇本 它是一個很長的東西 那有可能不會走到後面 有可能會走到後面 那但是你整個故事 你這樣描述起來 你會覺得最完整 OK 這種 你看那個電視台的劇 電視劇裡面 大概有很多很多都是在 差不多這個劇本都可以套用 那如果是那個跟結婚有關的劇本 劇的劇情的話 很多都可以套用 那所以這裡如果我們用這樣的東西 來解析一篇文章的時候 然後就可能會解析像這樣的文章 結果 他很好被打作為經理 妮可是他的秘書 工作上遭細相處 所以日久生情 然後馬力發現 約翰妮可的外遇事件之後 他決定離婚 取得邁克監護權 兩人離婚後不久 約翰妮可就結婚了 好 就這樣一個文章 那我怎麼樣用剛剛的那個劇本來套 如果我知道約翰是男人 然後約翰是男人 馬力是女人 然後妮可是女人 然後接下來結婚的劇本 這些東西 然後離婚的這些東西 那我就可以套在上面 那基本上把東西都套上去之後 我們對他的了解就變得比較深入 程式對他了解就比較深入 那這時候你問他問題 他就有可能答得出來 你說約翰愛上了誰 我告訴你馬力 約翰的小孩是誰 他告訴你 小孩是誰 趕快找一找 邁克 小男孩邁克 然後約翰為誰跟馬力離婚 你就可以問他這樣的問題 他會不會回答你的這種問題 如果你有寫這樣的解析程式的話 那這種東西你可以實做成程式 那我們這邊有實做了一些 不過那時候我用C元做 其實做的C元寫起來就很別扭 那什麼韓式庫什麼物件都沒有 所以寫起來很別扭 如果用JavaScript寫 就會更簡單更清楚 你看這個有點長 最後比對成這樣 誰和誰離婚 誰和誰結婚之類的這些都會比對到某一些程度 不會完全 有沒有照劇本走 看你比對的多少 可定 那這個就是 那個比對的結果 那劇本的比對 那個是比較高層次的 已經到了滿後面的層次了 但是有很多問題 我們可以直接用字串比對就可以做 不需要劇本的比對 那像比如說我要抽網址 抽網頁的網址 我用字串比對就可以 我要抽電話號碼 用字串比對 我要抽Email 我要抽一些固定的東西 就用字串比對 通常就可以做得到 那在這邊呢 有一些系統 我們之後會再給各位看 像聊天系統 你有沒有用過聊天系統 那我其實也有寫一個聊天系統 那之後再給各位看 那這種聊天系統 你可以跟他聊天 他回答你的樣子 還是有模有樣 可是其實他不了解你到底在說什麼 很多聊天系統 他都不知道你到底在說什麼 剛才我看到一個黑人 對著一個聊天的女機器人在罵 因為他不知道KKK是什麼東東 之類的 那就是這種聊天系統 OK 那這裡就是你可以用正規表達式 來做非常複雜的字串比對 那你如果用C元的話 可以用SscanF 來做這種字串比對 都差不多了 跟正規表達式的能力是差不多的 那最後就是 比較難的這個問題 自然語言處理到底應該怎麼做 那自然語言處理到底應該怎麼做 沒有答案 像這個聊天系統 Eliza 我們進去聊 你好 有心事嗎 你是誰 你問我是誰 電腦嗎 你說電腦是指我嗎 我是指你啊 別說我了 談談你吧 他可以這樣跟你聊 好 今天這個真招高運氣不好 為何不好 他可以這樣跟你聊 但是這個其實你聊多一點 你會發現 他說來說去就是 就是不太了解你的意思 但是呢 他就在導引你說假下一句話 那其實他並不懂 你到底在說什麼 那這個程式 你看他的規則就知道 你只要有說謝謝 欸 欸要怎麼講 這裡 如果你說 這是Q 這是問題 這是答案 只要你跟他說謝謝 他一定說不客氣 好 只要你跟他說到 對不起 抱歉 不好意思 裡面有任何這種詞 他就告訴你說 別說抱歉 別客氣儘管說 如果你跟他說可否可不可以 怎麼樣的話 他就會說你確定想怎麼樣 可不可以讓 可不可以帶我去月球 你確定想去月球 之類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其實這種 這種東西他只是在抓 抓一個樣式 然後透過那個樣式 用人 來猜出他的 合理答案 然後把這個合理答案 填在這個規則上面 那最後電腦就只是忠實的 根據自傳比對的結果 把那個 你已經事先 設定好的合理答案 丟出來給你 OK 那這是一種很淺誠的 自然語言理解方式 但是 你說他完全沒理解 也不能這樣講 但是你說他有理解 又不對 好 但是如果你要理解的程度 比較深 那 這裡 其實 過去都有一些例子 像Baseball這個例子 就是Chomsky他們做的 喬姆斯基他們做的 你看Baseball Automatic Question Answer Chomsky和Lover 這些人做的 那他做的是什麼呢 他做了一個美國的棒球紀錄的查詢系統 然後你說 欸 請問今天王健民贏了還輸了 他就會告訴你王健民贏了還輸了 然後 紅話隊到底 到底這個月勝幾場 還會告訴你 紅話隊這個月勝幾場 之類的 那這種 因為他的問題是很受限的 所以他做起來其實不那麼難 那同樣的你如果今天用Siri 也是一樣 你用Siri的時候 你可以問他問題 Siri回答的其實大部分是受限於 手機可以做的動作 所以你只要問是跟手機不能做的動作 跟他無關的問題 Siri通常都打非所問 那如果你跟他說 欸台積電今天幾塊 他知道說OK可以帶你去台積電網頁 說中校東路怎麼走 他知道他有Google地圖 他可以 或之類的他有地圖 他可以 可以導引你到中校東路 那你就覺得他好像很聰明 那他只是 看到你講一條路 他就認為你要查地圖 對 他只是看到你講一個地點 他就認為你要查地圖 這並不難做 但是當然Siri所用的技術 比這個更複雜 表現的會比這個好 但是基本上其實大部分都沒有脫離這種東西 那這是他的解析方法 就比較深入的去解析 什麼叫做How Many 什麼叫做Game 什麼叫做Yanky 這些詞 Yanky就是 那個棒球隊就是養雞盾 那How Many就是在問 數目字 然後Games就是 Game等Blank 就是 集場遊戲 這個遊戲 我們還不知道 所以Blank 那其他的詞呢 他很多都忽略了他的意思 July他就知道 Month等July 就是月份是7月 然後就這樣子 最後他可以解析出來 取出紀錄 然後回答你的問題 這是Faceball這個系統的做法 那但是現在越來越 光是這種很受限 受限領域的系統 已經沒有辦法滿足大家 可是其實很多 不受限領域的 大家都做不到 那所以一開始很多 用機率統計的方法來做一些 希望能夠做到比較不受限領域的 可是有時候並不容易 那像如果你的字典裡面沒有那個詞 你有沒有可能自動學出一些詞 以中文而言是有辦法的 以英文而言根本不用學 因為它有空白不開 只要有一個詞 你就把它抓起來 就認為它是一個詞就好 但是以中文而言你甚至什麼是詞 我都不知道 所以你就必須要去試著學一些詞 那譬如說你怎麼樣子 學出牛肉麵這種詞 如果你字典裡面沒有牛肉片的話 那你可以從一堆語料庫裡面查 然後把有牛肉麵這個字串的 所有句子通通都查出來 然後你就會看到像 張牛肉麵狠 吃牛肉麵據點 據點牛肉麵是 北牛肉麵結 這顯然是台北牛肉麵結之類 然後張牛肉麵圓 張牛肉麵吃 張牛肉麵把 那你最後就會發現說 當我去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牛肉麵不變 但是左右幾乎都會改變 如果左右都會改變的這種 代表中間是一個詞 那你看這個有牛肉麵又有牛肉湯 那牛肉也會可以是一個詞 但如果永遠都出現牛肉麵 那牛肉就不應該算是一個詞 OK 你會覺得很怪對不對 但是 這是這個算法的根據 這個算法是 我那時候還在中原院做自然語言處理的時候 這個 現在的 Google台灣的總經理 叫 叫 這叫什麼 簡力豐 對 簡力豐 他那時候在中原院當做研究員的時候 他提出來 我覺得這個方法其實是蠻好 他用左自由度和右自由度 就是一個詞的左邊到底有多少種可能 那他的分佈 幾率分佈 右邊的有多少可能 他的幾率分佈 那其實大部分你只要有兩種以上的可能 大概就可以認為是一個詞彙 所以你可以根據左自由度 右自由度來判斷一個東西是不是蠻 像這個髒牛肉麵就不是蠻 因為他髒的前面永遠都是老 所以他就不是蠻 OK 那老髒牛肉也不是蠻 因為老髒牛肉後面永遠都是蠻 所以也不是蠻 所以這種左自由度右自由度的方法 是一個判斷中文蠻不錯的方法 最後就是 有一些網路上的資源 像WordNet 這是一個花了很多力氣 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他們做出來的 那CEDICT是網路上的一個 漢音雙語詞典 那還有很多很多的詞典 像也有中文版WordNet 中研院有釋出來 有很多很多 大陸也有很多相關的這種詞 資料庫 那不見得合用 那機器翻譯 如果我們現在要做很好的話 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們才會想說 用人造語言的方式來做機器翻譯 這樣子原本翻得比較不好的 可以試圖翻得好一點 好 那也有一個溝通的明確法則 那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機器翻譯系統 OK 那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做到這件事情 那剛剛我們也是在 發覺也是在做這種機器翻譯事情 OK 好 那通常你會先做剖析 然後呢 有一些問題要解決 機器翻譯上面 比如說解其意 像英文的free這個字 它就有中文 對應到中文可能是自由的 免費的 會被佔據的 有空閒時間的 鬆開的 慷慨的 優美的 放肆的 到底要翻成哪一個 這電腦要去 要去有一個算法去處理 我到底應該從這麼多字裡面 選哪一個字來處理 這是第一個問題 解其意問題 再來的話 語法剖析問題 就是我要怎麼把這個語句 變成一個剖析數 那接下來有了數之後 我要怎麼把這個數的結構 轉換成對應語言的結構 然後最後目標語言合成 怎麼樣產生目標語言 那這種有很多做法 一種是 一類是採用規則式的翻譯 那規則式的翻譯做法 這邊 就是在剖析 剖析完之後 去調整一句的規則 的結構 那這個你看剖析出來的剖析數 長這個樣子 那最後他翻出來 那他可以調整結構 如果剖析的正確的話 可以調整結構 那另外一次 統計式的翻譯 可是通常現在沒辦法 完全正確的 那所以剖析的方式 是有他的問題 而且結構也不確定 那統計翻譯現在有很多 很多相關的問題 比如說你可以給他一個 雙語文章 什麼是雙語文章 就是中英對照的那種文章 我們常常看到那個中英對照的書籍 學英文的時候用 那他每一句英文都對應到一句中文 那你就把那個拿來當成電腦學習的對象 那他最後就會去比對說 這個詞到底會是翻成哪一個詞 那最後他找出一個很大的可能性之後 他就認為這個詞就是翻成這個詞 那確定詞的對應關係之後 他就可以用這種方式去翻譯 OK 那這是屬於用雙語文章 就可以來建構這種翻譯詞點之類的 那可是這裡就會有一些問題 那你哪一個詞到底對到哪一個詞 哪一個句子對到哪一個句子 在這個中英對照文章裡面 往往是沒有標示 沒有標示哪一個句翻到哪一個句 哪一個詞翻到哪一個詞 不然的話你直接把整本圍基百科 圍進去的話就好了 圍基百科中文版 圍基百科英文版全部圍進去 你就學完了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他沒有一對一啊 那他你如果能有一個演算法 可以找出他的對應關係的話 那之後的東西就可以比較容易的處理 那接下來雙語詞彙的對齊問題 語句對齊完之後詞彙要對齊 然後優化問題 人工智慧的問題 最後幾乎都是優化問題 我怎麼樣找出一個最大可能的翻譯 或者是最好的翻譯 一隻狗追一隻貓 被翻譯成a dog a chest of cat 這是一個最好的翻譯 我怎麼樣找最好的這件事情 這個可以用一個評估函數來做 那你一旦把那個評估函數的函數分數 確定下來之後 你就找最大分數的就對了 那這種當然是可行的 可是萬一結構有調整 結構有調整的話 你光是要列舉出所有的可能性都列舉不出來 有點麻煩 那這是一個例子 I可能翻譯成我也可能翻譯成e like可能翻譯 愛喜歡像相似 the翻譯成這個那個 girl翻譯成女孩女兒母的 in翻譯在於朝向穿著戴著 red翻譯成紅色紅色的赤字 tracing翻譯成打扮服飾衣服穿衣梳理填料服藥 到底哪一個我們應該怎麼樣子合成 選擇這些詞 最後以剛剛那個例子應該是 我喜歡這個女孩穿著紅色的衣服 ok 但是她的可能性卻有這麼多 你怎麼選 機率永遠最大的嗎 那就是永遠最上面這一排 我愛這個女孩在紅色打扮 對 如果你永遠選最大的 應該是選上面這一排 可是在這裡最後一個字應該是衣服 追形翻譯衣服 這並不容易啊 追形是穿著 ok 所以這裡其實有它很多很多的困難 那所以這個自然語言處理的部分 這邊還有一些分立程式 那你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那我們今天對自然語言處理的講解 大禮拜就先到這邊 再去看一下剛剛的程式碼和東西 好 先試再看一看